大家好呀 好久不见 非常想念 经历了一个春节成家的独岛后 我以心力交锤 口袋空空 终于在大年初期 老爸去上班了 儿子回娘家了 大师兄们都回来了 张灯结彩 路骨震天 吹向号角 重新开港 全世界打鼓人 快起来 打鼓号 打鼓妙 打鼓小日子 刮刮叫 打鼓人 打鼓会 打鼓都是人 一首慷慨激扬的国际罢工人之歌 打鼓人之歌 作为开天 冲起我为梦想大功的生活 但不知道为什么 成绩一般般 连播放量数字也充满了恶意 这首国际歌 是我摇滚记忆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不管顶着什么样的压力 我都要讲讲这首曲子的一些故事 一切还得从这张VCD讲起 这就是标志着中国摇滚巅峰的 199岁 摇滚中国乐视里 香港红堪演唱会 我也正是从这张VCD里 第一次听到这首唐朝乐队改编的摇滚金属版国际歌 这场演出阵容为 斗维 张楚 何勇 唐朝乐队 各个都是中国摇滚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V站场来看看 这首国际歌 多年来也成了中国摇滚乐迷 为自由抗争的圣歌 对于当时还在上小学的我 这无疑是一次意义非凡的摇滚启蒙 摇滚乐原来真他妈过瘾呢 不过比较令人疑惑的是 虽然我之前已经听过很多遍唐朝的孟回唐朝专辑 但却没有听到过国际歌 我也是后来在摇滚中国乐视里VCD里才听到的 而孟回唐朝专辑资料页面里 是可以看到国际歌实际上是随着专辑一起录制了的 但正是专辑里并没有出现这首曲子 后来通过摇滚客的公众号文章我才知道 专辑最早的时候是收录有这首国际歌的 但后来因不可描述的原因 只能忍痛删除了 好了我也就点到为止不多说了 有一说一啊 作为一首摇滚圣歌 这首摇滚歌一直是我学习乞讨和音乐制作的重要参考资料 那标准的真咤咤咤咤咤咤的节奏和双吉他solo 都是那个年代摇滚金曲的标配 同时这首曲子也是我最早拿来学习MIDI制作的模仿对象 因为简单嘛 由于情感实在太深多年来一直念念不忘 利用今年春节的假期我把整首曲子的吉他部分很细致的扒拉出来 同时还学习使用了一个新的软件 绝大部分难度是很友好的 但经过一比一的八开后 我发现有些地方还是有些难度的 所以下期节目 我将会对演奏中的难点 能做一个分析 并对音色做一些提示 因为不少朋友对这个用古董小剧 Zoom 707二代做出的音色 还是很感兴趣的 那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